中秋節烤肉放煙火 但這個煙火堪稱大炮等級 拿出噴火槍烘的一聲 瞬間火光沖天 192發沖天炮直沖天氣 還炸出紅色光束 後座力超強 還要兩個人Hold住炮台 影片被PO網被網友調侃 這是自製的土炮炸彈嗎 蠻危險的 因為它剛好又在大馬路邊 可能如果有人經過的話 會小心可能也會有受傷的疑慮 如果有車騎過去的話 造成用路人的困擾 釋放地點在台南海電路 發射後的沖天炮還丟在路邊 12盒沖天炮纏在一起火力驚人 在大馬路邊點火放炮 不過其他人安危真的很危險 而違反空污法最高可開罰10萬塊 馬路邊放高空煙火 點燃後瞬間炸開 嚇得自己無耳逃命 而黃金海岸也炸出螢光 在步道上放煙火 一群人遭環保局取締 以違反空氣污染防治法告發 可處1200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 環保局短短三天針對施放炮燭火 開出300多張勸導單 中秋節放煙火助信 這下被罰恐怕超掃興 就要來管章 太難報道